喂,聪聪忙忙干嘛去呢? 什么?一飞独不天下更新了! 等等我,我也去! 第387集 强调面具很容易露出破绽 毕竟双胞胎并没有见过季云开戴面具的样子 而凤宁也只见过一次 且那一次季云开戴的面具 整个智道学工的人都知道 要说季云开与双胞胎见面时就是戴着那块面具 是个人就知道是栽赃 而且只要一查,就有可能释出真伪 是,双胞胎直接将黑斑说出来了 毕竟季云开脸上的黑斑十分特别,见过的不多 明显,双胞胎的证词是事先揣摩好的 摆明就是要针对季云开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要是三天前长公主进宫告状 季云开也许无法辩驳这一条 但现在她有足够的证据 可以证明双胞胎在撒谎 虽然她的证据经不起推敲 可眼见为实,就算有人起疑也找不到证据 季云开微微一笑 公主,你可知我为何每次出门都戴着面具 当然是为了遮丑 谁不知你脸上的黑斑丑如叶叉 长公主想也不想就说的 她可没有忘记 季云开先前说她不美,还说她老 她再丑再老,也比季云开这个女叶叉强 季云开摇了摇头,故作神秘的道 先前确实是为了遮丑 但后来并不是 不是为了遮丑,那是为了什么 长公主一脸讥讽地看着季云开 就是皇上也忍不住看向季云开 她可是见过季云开面具下的黑斑有多么丑 季云开戴面具不为遮丑 难不成还是为了遮美 皇上一脸嘲讽 却不想季云开真的说 是为了遮美 遮美,你在说笑吗 就你这个丑样,还需要遮美吗 长公主乐得哈哈大笑 这是她受伤以后笑得最开心的一次 她见过脸大的 还真没有见过跟季云开一样脸大的女人 长公主笑得扬倒 皇上也是一脸嘲讽 尤其是在看到萧九安黑着一张脸后 长公主与皇上眼中的嘲讽更深 看,就连萧九安也不高兴了 可见季云开这话说得太过了 四人当中唯有季云开最淡定 长公主不信 虽然她没有看过她现在的样子 可她可以肯定 现在的她绝对不丑 天启第一美人 五官能差到哪里去 我只相信我眼睛看到的 你又胆量就把微貌取下来 长公主脸上仍旧带着嘲讽的笑 夏合微台 一脸高傲地看着季云开 论美貌 她有足够的自信藐视现在的季云开 好 季云开满口印象 可她刚一动就被萧九安按住了手 季云开 季云开一正扭头看向萧九安 不解得道 王爷 怎么了 他脸上已经没有黑斑了 完全可以给长公主他们看了 萧九安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必要 萧九安按住季云开的手 冷着脸对皇上等 本王的王妃 没有必要费尽心急地算计长公主 真要报复长公主 本王会直接取她的命 森冷地杀气扑向长公主 长公主吓得连连后退 萧九安 你在威胁我 不 本王在说实话 长公主有空在这里哭诉 不如好好查清楚是谁算计了你 别像条疯狗似的乱咬人 萧九安不高兴 很不高兴 长公主正好撞上来了 你骂我是疯狗 长公主牙关咬得紧紧的 气得全身都在颤抖 还是条母狗 本王劝你最好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免得再遇到同样的事 再有下次 本王的王妃可不一定会奉旨上门为你医治 长公主本性不改 以后有得苦头吃 医治 你不说这事我还不神奇 你一说 我倒是记起静云开抗治不尊的事 她奉旨为我医治 可到了公主府 却不肯动手 上一个医女动手 简直罪无可恕 本王的王妃不是太医 没有为你医治的义务 萧九安听吧 脸色烧尽 看姬云开的脸色也好了几时 这个蠢女人也只有在这件事上 做得还算漂亮 没让她恶心 皇上下了旨 她敢抗旨 长公主自认自己占礼 而她占了礼 自然不会饶人 让亲王妃亲自上门 为一个长公主医治私处 这样的旨意要传出去 怕是会被人笑话 萧九安这话是对皇上说的 皇上要庆幸他当时不在王府 要是他在王府 他定会直接把圣旨撕了 皇上简直没有脑子 皇上脸色大变怒斥 萧九安 你放肆 这事确实是他思虑不周 他不该下旨 应该直接让太监传口谕 这样的旨意存当 日后怕是会被人笑话 臣只是实话实说 还请皇上您下次下旨见三思 毕竟本王的王妃不是拿俸禄的太医 他懂医术不讲 但并没有为皇亲国戚医治的义务 一个个地打季云开的脸 把季云开当吓人用 这是踩他的脸吗 他萧九安的王妃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指使的 皇上的脸色很难看 可这事他半点也不占领 最终只能无奈地退让 燕北王 当日情况紧急 燕北王妃是女子 她去方便一些 朕下旨只是让她走一趟 没有强求她一定要为长公主医治 这么说 本王的王妃没有抗旨不尊了 萧九安却是半步不让 皇上咬牙点头 对 燕北王妃没有抗旨不尊 皇上无比庆幸 说季云开抗旨不尊的人不是她 就算否认她也不会丢脸 圣上英明 萧九安言不由衷地夸了一句 随即松开季云开的手 双手抱拳行礼 如果没有别的事 陈夫妇二人就先告退了 她可不是季云开 她没有那个闲情 陪皇上和长公主瞎扯 有证据皇上和长公主就拿出来 没有就别乱嚷嚷 推 皇上心气正不顺 根本不想看到萧九安 可她一开口就被长公主打断 逮得 说话间 长公主快步上前 冲到季云开面前 一把扯下她的围帽 本公主要看一看你有多美 居然需要用围帽来折 啪的一声 围帽落地 露出季云开完美的左脸 本集播讲完毕 不过也是不是 别急 下集马上就来哦 又不用讲完美的 前面 是 请允云开门 本集标